我是一位小科專科醫師 那本身也具有感染症和氣喘專科醫師 那過去我在台北的大型醫院中心 行醫將近20年 現在則是自己開日親子診所 前幾年我迎接了我的一對雙胞胎女兒 來到這個世界上 她們是極低體重的早產兒 那她們提早100天來到這個世界上 自從當了爸爸以後 嬰幼兒的照顧不再只是工作上的專業而已 而是我經歷過生命中最深刻的生命體會 臨床上我們常常碰到爸爸媽媽 在照顧寶寶有很多恩基的行為 之前有嘴角長得泡疹的阿姨 不小心親吻了寶寶 結果造成寶寶得了泡疹心腦炎 而住院的案例 很多家長為了和寶寶保持親密的互動 可是卻忽略了寶寶的免力尚未成熟 大人身上的病菌可能會傷害到寶寶 一般長輩擔心寶寶衣服穿太少會著涼 所以幫寶寶穿了很多衣物 卻忽略了幫寶寶穿太多衣物以後 寶寶可能會發燒、長熱疹 或者增加嬰兒猝食的機率 也有長輩覺得寶寶的肚子看起來大大的 就以為是脹氣 而使用了會傷害寶寶的脹氣膏 那這些脹氣膏裡面 可能還有涼涼的薄荷腦的成分 會引起嬰兒的呼吸抑制 像這種照顧寶寶常見的行為 很多都要尋過醫師再做會比較好喔 現在很多爸媽都必須帶寶寶去打公費疫苗 那在打公費疫苗的時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項 或者是現在的自費疫苗選項這麼多 你該如何選擇呢 在這個課程中我會分享我的看法 我絕對新手爸媽不需要慌張 只要做好準備讓我來幫你的忙 BK精選好知識就在耳邊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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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